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为流行的中国流布局 开始拆边 起高挂过来 实战黑棋的这个调呢 应该说是在白棋这边有一个子的情况下 当白棋夹击的时候呢 黑棋一种比这个跳这个更加新颖的一种选择 如果说跳这个的话呢 白棋其实也是大概会跟着跳 之后黑棋选择跳过来 其实呢也是可以还原的 只是呢有些时候当白棋选择拆一的时候 黑棋也可以选择从下面跳下去 这就是黑棋选择掉过来呢 比直接跳过来要多了一种选择的变化 不过这盘棋呢 实战白棋跳过来的时候 黑棋也跟着跳了 那么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白棋小尖 因为有了这个子的接应 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白棋 再在这个一位 这个三线上跟着拆一的话 就会觉得自己的效率太低了 所以要抢先手 这么拣完了之后 由于下面马上这一飞呢 会出现一个断点 而且现在黑棋是第一位 那么白棋再顺手挂一个 本身而言这个挂呢 就是很有价值的一手棋 所以现在这样 白棋走完以后再一挂呢 算作是在这个局部抢得了先手 实际上呢白棋挂 黑棋暂且没有跟着硬 如果硬的话呢 白的再从上面拆二回来的话 黑棋这个往中间跳的这四个子 就会觉得有些无趣 并且上下两边都被白棋走到了 所以实战呢 黑棋就从这边先拖了一下 这两位棋手呢 应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 这个新锐棋手 谈笑可能大家会更加熟悉一些 那么这盘棋呢 是第三轮 在前两轮当中 谈笑也是接连担任了 担任了主将 并且都取得了胜利 而且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 谈笑刚刚获得了 李光碑个人赛的冠军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 首个职业冠军 那么相对来说 范婷玉呢 会比谈笑的年纪 还要更小一些 他是跟范玉若 还有敏玉婷呢 在上海棋界并称两番一米 他的年纪只有十五岁 但是在去年第一次参加维甲的时候呢 就已经以十二胜五负的成绩 获得了最佳的新人奖 所以这也非常能够体现他的水平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实战 实战呢 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了小飞的下法 本身而言的话 黑棋拆过来白棋很想往这边更近一路 但是呢 这个棋 黑棋依然是要从这飞过来 这么看上去的话呢 白棋的担心也许是 这个脚上 以后黑棋从这点上去呢 白棋大飞的形状会比 小飞的形状呢 对于脚步来说更加的落空一些 所以实战呢 白棋也很务实 选择了一个小飞 那么黑棋飞过来 这样黑棋也算是在这之前下的一道 往中间立起来的这一道式呢 有所收获 不过这边呢又轮到了白棋下 实战白棋先 挂一下 因为现在白棋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子了 所以如果选择高挂的话呢 被黑棋脱退 这样白棋整个的 这样一个配置就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现在白棋要强调的是一个根据地的问题 如果黑棋要尖顶的话呢 白棋再长 这样的形状肯定 白棋会比刚才被黑棋脱退的那个形状会更好一些 黑棋直接尖出来 那么黑棋为了不损失这个尖顶选择直接尖 那么相对来说在这个角上呢 白棋就有了这个飞进去之类的下法 白棋实战先从上面挂脚 黑棋尖顶 来得长 然后跳出来 白棋穿二 那么白棋没有选择在右下边走棋 黑棋呢就先跳一下 跟白棋交换之后呢 它再走到这儿 从这样一个进程上看的话 感觉上是黑棋还比较能够满意的一个阶段 但是毕竟这只是因为黑棋有先招效率在这儿 所以说呢 只要双方不出现大的这个失误的话呢 肯定是在布局阶段的话 总会觉得黑棋会能够从视觉效果上看会好一些 但是呢 一定不能忘记的是这个大题目的问题 所以现在黑棋虽然看上去右边这个视力和左边这个视力 看起来都还比较宽阔 但是呢 现在轮到白棋下 之后的具体手段呢 还是得看实战的进程 实际上黑棋往这儿尖顶了一个轮到白棋下 白棋先是 现在情况应该说上边和这个左边应该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白棋呢 是先准备跳一个 这个跳的意思就是防止黑棋从这边头上飞震过来 这个飞震的话 使得黑棋这块右边的空是非常立体的 即使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看上去黑棋间隔非常宽 所以相对的白棋在这些局部里面会有一定的手段 比如说这以后从这点一个 黑棋大概是没什么脾气不敢挡的 那这样呢 黑棋如果小间白棋在这个局部就会有便宜 所以如果再被黑棋往这一带走过来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白棋在这中间的活动空间就会小了很多 实战呢 白棋跳过来 黑棋也就跟着硬了 如果拖鲜的话大概是担心白棋长之类的手段 长黑棋如果贴的话 白棋再跳或者搬一个 这样由于白棋这以后挤完了以后有个断点 所以黑棋有点难办 那么实战黑棋飞一个 白棋这两下交换就全当是一个便宜 然后在上边拆边 拆边呢 没有直接的把这个子放到这是比较有内涵的一手棋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个交换呢 多半是白棋的先手 黑棋可能本手是要补一个的 之后呢 还是得轮到白棋下 那么白棋依然是要考虑这个回拆的问题 那实战白棋大概是认为 索性呢 就把这一个子给走好 然后看黑棋怎么补 黑棋肯定不会再往这边走 因为这样的话依然是存在着点脚的可能性 所以实战呢 黑棋既然不能往这边走 更不好意思往这补 因为白棋这个子是远了一路 那么黑棋也就相对来说不走了 那实战呢 黑棋是在 下边点了进来 这个点非常的寂静 本来说在布局阶段可能大家下一 双方走到大厂的话 就是比较正常的分寸 但是这也许是黑棋当初飞过来之后 所瞄着的一个地方 这个点呢 白棋多半是得接住的 然后挡下来 白棋拐 接着呢 黑棋再一搬 这个时候在这个局部就比较有意思了 实战呢 白棋是从这个地方点的 这个点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疑问 首先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白棋不能直接从这儿搬下来呢 搬一个的话 我们先看如果黑棋接住 白棋接 黑棋飞过来 再冲一下 挡住 再冲一下 这样呢 就要形成一个黑棋气死的变化图了 把这个打掉 如果说在左下角黑棋没有一个严厉的手段的话 这四个子被吃掉的话还是比较 实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黑棋 我们来看一下 在左下角搬一个应该是最强硬的变化 但是呢 白棋打一个 再一打 黑棋似乎没有一个接下来的后续手段了 所以这么看上去 黑棋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么白棋为什么不搬呢 那么我们只好再接着踢黑棋想办法了 大家看一下 黑棋这个时候虎一个 白棋打吃 那么这个打吃算作是白棋的 记住 走过来 这时候白棋冲 挡住 断 这样呢 这个图就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因为现在黑棋打完了之后 可以从这个上边直接一手棋给搬过来 这就不是黑棋要单纯做活的问题了 如果白棋断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的移压 我们就简单的移压 这样很明显呢 是白棋气不够 尽管黑棋看起来自己的形状是存在着一些的问题 但是呢 只要能紧住白棋的气就可以了 这个图呢 肯定是白棋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白棋如果不能直接冲断 能不能拐冲呢 如果拐冲得到的话 白棋再打吃就变成了先手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钻点给补了回来 所以当白棋拐的时候呢 黑棋也不能挡 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可以直接立 如果白棋补的话 这个被黑的跳回来 白棋肯定不行 所以白的得走过来 然后黑棋打吃一下 白棋接住 然后黑棋搬过来 这样一搬呢 白棋断上去是必须的 然后黑棋收起 这个图呢 其实就还原成刚才被黑的搬了一贴 一个意思 只是白棋打掉了一下 下面依然没起 白的冲黑棋挡 白棋扑哪边 黑棋要接住另外一边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形状也是白棋不行 就是说呢 黑棋虎一个 这之后一飞 就可以连接 那么黑棋的连接 就使得白棋的这个连接被切断了 所以这是白棋所担心的 那么看上去 这个斑不行 那么跟这个点进去 有什么关联呢 关联是这样的 我们把子 拿到实战的情况去看 这个时候 白棋点一个 那实战呢 黑棋是退了 如果说把这个子放到这儿 不让白棋把这个搬过 那么白的会下成什么样呢 白棋依然搬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的是 黑棋接住 依然是步行的变化图 所以黑的还得虎 然后白棋打一下 走过来 在一起 当黑棋飞的时候呢 白棋就不去走这些交换了 白棋就可以一手棋爬过 那有了这个交换呢 使得白棋 底下的根据地有了 同时让黑棋的形状变得 非常的有缺陷 这就是白棋的意图 那这样看起来 只要是白棋这块棋 能够获得安定的话呢 黑的这样的一个 把白棋切断的意图呢 应该说 它的威慑力就会削弱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只是双方破空的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黑棋并不便宜 这就是白棋点进来的意图 所以这么理解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看清楚 高手的意思了 如果不去深入地了解 这些变化的话 我们很难去理解 这之间的任何的一个关联 接着呢 黑棋就是为了防止 白棋刚才的那个下法呢 选择了把这个给尝回来 这样就形成了一场转换 白棋搬 打吃接住 再吃 黑棋打一下 暂且呢 没有把这一手棋给吃掉 然后它是先把这个飞下来 始终呢 把白棋切断 是黑棋所要考虑的一个 主要的变化图 白棋往外逃 然后黑的再在左下角 搬一个 这个搬的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 白棋打吃 那么黑棋接住 白的如果接 黑的加一下 这样吃过来 这样呢 就会使得白棋的局部呢 是没有眼味了 所以相对来说 一般情况下 如果这个地方白棋的出头点 被切断的话 是不大可能 是比较缺乏 把勇气从外面打上来的 不过好在现在呢 白棋可以打这个 但黑棋一跑 白棋吃 白棋吃的方向 一定要小心 如果说吃到这儿的话 问题就比较大了 这被黑棋一立 白棋打 黑的打完了 一打过 是要形成一个 白棋结活的状态 所以实战呢 白棋是吃在这儿 这以后呢 如果黑棋立 白棋要看情况 多半是不能吃 这一吃 黑棋还是可以吃完了 吃过来 也是要变成一个 白棋结活的状态 那么白棋可以 根据情况 虎一个 这样被黑棋吃 白棋只要要求 把局部做活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棋也是要 予以保留 因为从棺子的角度上 来说 吃进去也可以 白棋提的话呢 黑棋再一吃 这样白棋打吃 黑棋提了 白棋度过 那么黑棋 会根据结材的情况 选择打到这儿来 所以这是留了一个 比较好的收刮手段 现在下成这样 是轮到黑棋下 接着呢 黑棋再回头来 把这个 打吃 给走掉 从这一个局部 告一段落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黑棋 从这点了以后 把白棋原先的 十几木棋 给破掉了 那么白棋呢 也是因为这一点的斑呢 把黑棋脚步 十几木也破掉了 双方的木树 应该互破完了之后呢 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黑棋所获得的是 使得白棋 这块棋成为了一个 孤棋 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黑棋 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接下来呢 白棋点一个 实际呢 黑棋是选择了一个 非常务实的下法 搬的一个 这个搬的意思是 跟白棋交换了一下以后 从这个上面一飞 这就是防止白棋一手棋 搬过 虽然看上去 黑棋以这样的形式 把这个右上角给守住了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白棋通过先手打白 这个子 使得这块棋 非常的厚实 一旦白棋这块棋厚实了 那么下边的这块孤棋呢 相对来说负担 就会小了很多 因为如果是两块白棋 都不活的棋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被黑棋 吓到缠绕攻击 这样的一种地步去 所以看上去 黑棋护住的这十几木棋 似乎这个价值不如 把让白棋不活 会更好一些 那范婷玉这位棋手呢 他应该说 他的棋风是比较突出的 他风格是非常的喜好实地 可以从这个黑棋搬完了 飞一个这一点看出来 但是呢 此时还是一个大局 更为的重要 所以黑棋另一个 应该是现在最好的 一个下法 那么白棋如果点 黑棋就接住 由于边上有这个拆边的子 所以现在白棋 反而不好意思往这爬 因为这爬的话呢 可以冲一下 白棋挡住呢 黑棋再一拔 如果平常没有这个子的时候 黑棋来的是可以选择 从这儿拔的 这样黑棋如果断完了 吃白棋打一下 可以选择拖先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子 如果黑棋再断完吃以后 白棋打完这个形状 白棋会觉得比较局促 而且黑棋还是可以采取保留的一个下法 那么大概白棋得尖 这样呢黑棋单飞一个 由于这几个先手是一个意思 然后呢白棋在寻求作活 小尖 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黑棋立到这以后 使得白棋这个局部呢 是不活的 轮到现在下 黑棋下呢 黑的再从这一带飞过来 等于就是要对白棋这上下两边 进行一个缠绕攻击 所以呢 即使是这个棋风所致 再酷爱实地 也是要根据全局的一个均衡性 去选择最好的下法 实际上呢 可以说黑棋的这个一时贪恋呢 使得白棋的全盘变得非常的厚实 那也使得黑棋原先 这之前的一个作战的构思呢 相对来说就是不是特别的连贯了 白棋提黑棋接住 现在呢又轮到了白棋先手 白棋先在左边 把这个大飞走了 这个大飞也是具有相当大的木属 基本上呢 黑棋脱退完了之后 白的就不太可能去把这个子给动出了 所以说呢 当初考虑到这一点 也是觉得小飞跟大飞 这两个位置以后呢 都能够走到这儿 所以还是不如把脚步更加的巩固一些 会更好 那实战呢 白棋选择大飞 黑棋贴过来 如果黑棋脱线的话 这个棋被白的冲完一拐 黑棋不但整个木树被走掉 还使得自己在中间多了一个断点 所以这个贴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然后呢 又轮到了白棋下 白的挡下来 也是试图呢 再一次的把自己这块棋给巩固好 黑棋拐 这样呢 白棋一跳 基本上有了这个交换之后呢 黑棋再从这边走起 白棋就可以非常顺畅的继续出头 那由于自己本身的眼位呢 也是比较充足了 所以说 现在呢 这个情况看上去 黑棋由于之前的一个摊恋实地的下法呢 使得现在的局势呢 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了 白棋跳一个 黑棋 走到左上目前全盘最大的一个大场 二路的清分 实际呢 白棋是 好 黑棋是走到这 白棋是选择了在外边逼过来 黑棋的这个清分呢 对白棋来说 大概是有几种走法 实际呢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就是顶一个 白棋长 黑棋长 白棋搬住 然后黑的再往外边拆 还有一个就是小尖 这样呢 小尖的话呢 就是说让黑棋 上面这个子呢 相对来说 可以处理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实际呢 这个逼过来的下法就是 一个是强调外围 一个呢 就是觉得现在 在走脚上 被黑棋拆过来的话 会影响到这个字 所以白棋也是判断的非常的清楚 选择了逼过来 黑棋小尖 排的挡住 就这个形状而言呢 黑棋本身的本手也可以算是一种定式的下法呢 是在这个位置并一个 然后呢 黑的虎 白棋把这个挡住 此时呢 黑棋可以选择脱签 以后白棋再一路打上去呢 黑棋就坐结 如果说全局没有太多大场的话 当然黑棋也可以选择补活 这样就是形成了一个彻底的白棋走外式 黑棋捞实地的下法 但是本身呢 白棋这个 从二线上逼过来呢 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攻击性的 所以实战呢 白棋往这立了一个 强调的就是 不让黑棋这么轻松的去做活 这时候黑棋尖出来 白棋 小尖 排的挤上 这个挤呢 就是考验白棋 如果白棋长呢 黑棋团完了以后局部就活了 那白棋也不好意思接住 接住的话呢 黑棋就往外面 这么跑 也是比较快的一种跑法 实战呢 白棋是脱先了 它在左下角把这个子给拔掉 这个拔呢 其实是有一定意义的 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 在这个局部当中 黑棋是存在另一个的 搜刮白棋的手段 这样呢 白棋虎黑棋吃 现在外围非常 黑棋非常厚 可能白棋得再花一手棋 去后手做活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立下去的价值就非常大了 所以现在白棋提掉 一手棋把这个 所有的黑棋手段都给消灭掉 然后呢 也是瞄着从这一带立下去的一个 把这个子跑出来的手段 由于有了提一个的硬头接硬 这一例呢 黑棋走这边 白棋可以从这一带跳回 这就是白棋的意图 不过现在呢 黑棋暂且呢 没有把这个补上 而是先扳 这一扳也是在考验白棋的硬手 如果白棋这么简单的退 黑棋再团 那么黑棋这扳一下就便宜了 所以白棋护上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防止了黑棋 先手团掉做活这样的手段 不过呢 黑棋尝一个 这样在这样的一个形状当中 黑棋就是下到了白棋的一个眼味要点上 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手棋 接着呢 轮到白棋下 白棋实战是从这边飞了过来 再一次的要强调 从这另一个的手段 那么黑棋就补回去了 这一补呢 白棋这个交换也是想 把自己的中间更加的巩固好 接着呢 白棋飞点过来 现在这个局势应该说是 白棋在黑棋选择了把脚地捞掉之后呢 白的更加的巩固了全局的厚薄问题 这样呢 使得本身这个实地上面双方就是一个差不多的局面 所以 让白棋原先薄的地方呢 变厚了之后 这个棋局可能黑棋就不是特别的好下 现在白棋飞点 那作为职业棋手来说 面对于对方的这种点想简单的便宜一下 往往呢就会产生一些更加激烈的变化 所以说第一杆肯定是不能接触 而是反击 靠上来 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 神的棋局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图 本身而言 白棋其实就这么简单的退一个 就是一个简明优势的情况了 因为现在黑棋是不好意思在往这冲的 这白棋把这冲完以后吃的是两个 所以黑棋得接住 然后呢白棋再一拐 黑棋也就是权当是利用这一靠呢 先手的把这个补掉 但是呢同时也使得白棋在外围多了这么两手棋 所以这个优劣呢 应该说是双方差不多的 但是这样呢 白棋非常的简明 实际上呢白棋扒一个 应该说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呢被黑棋抓住实际一断 一下子呢 这个局面就变得非常的混乱了 接着呢白棋打吃 黑棋尝 白棋从这冲过来 黑棋一吃 白棋接住 看上去似乎也没什么要紧的 但是呢黑棋在这个局部巧妙的抓住了白棋 上边形状比较薄弱 还有中间是弃紧的 这两个关键因素呢 立马的就下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棋 先是这一碰 白棋如果常呢在这个形状上来被黑棋打了一般 白棋自身已经不活了 所以白棋也没有太多的脾气 还是只能走在上面跟着印 然后黑的从这尖一下 然后黑的从这尖一下 白棋挡住 黑棋再打吃 接着呢再一拐 白棋不能跳 跳的话黑棋可以从这盖住 然后呢白棋只能猴 黑棋压过来 白棋长 黑棋是利用了白棋的气景呢 在中府走了非常多的手术 然后还不依不饶的再压一下 白棋由于自己理亏 所以说没有办法 就都得跟着走 同时由于之前黑棋进行了几下交换 使得这个局部 黑棋不用担心自己的死活问题 然后再一接 这样反而还是强调白棋的上面的安危 然后呢白棋吃一个 如果白棋拖先被黑棋再一吃 这个局部 白棋确实是不活的形状了 白棋吃一个 希望呢黑棋接住 这样白棋以后挤掉 或者说拖先 那么白棋能够获得一个先手 实际上黑棋下的也是非常的狠 他选择了从这团一个 这个团的意思呢 就是说白棋以后提黑棋要打住 然后呢白棋的局部以后 黑棋从这打一个 白的依然是不活 所以黑棋呢就等于是把这个接住 这个子放到了上边强调白棋的不活 如果说白棋提的时候 黑棋能够把这下打住的话 黑棋就便宜了半手棋 当然这得完全要靠黑棋 全局的一个后市配置 和其周围的结材情况去来配合这个接 但是至少呢 现在黑棋眼睛呢 是能够把这个棋给撑住 所以说从白棋这个斑 被黑棋断上来开始呢 这一系列的下法 黑棋强妙地借用了白棋的薄弱之处呢 做出了一些文章 所以现在的局势呢 有所扭转 应该说原先呢 是双方木树 可能加上黑棋天幕以后 是一个比较细微的局面 但是由于白棋周 全盘呢 应该说已经比较厚了 所以黑棋会有点难下 但是现在黑棋在中府 多出了这么一块后市 那始终呢 还是对白棋下边这块棋 有一定的威胁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局势 应该说又是黑棋 稍稍地有力了 不过这个棋局呢 应该说还很漫长 盘面应该说大的一个布局 才刚刚的结束 逐渐地进入到了中盘的阶段 接下来的胜负处 应该是白棋 这块棋 究竟会怎么个处理 处理成什么样 然后双方 盘面上左边 还有这个右边 加上上边 这些没有确定下来的幕术 究竟是能够把它定型成什么样 是此时的棋局的一个关键了 那么接下来的棋局呢 也非常的精彩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棋局的进场 谈谈 下面我们接着来欣赏这盘棋 刚才说到黑棋团了一个以后呢 现在局面是黑棋稍稍优势的一个阶段 不过呢局势还比较早 实际上呢白棋是跟着跳了一个 这个跳呢 其实就是继续的要求 黑棋在左边补棋 现在呢 等于黑棋打吃一个 就是想让白的提完了以后 黑棋继续的走 可能也要回到左边 比如说点完了吃一个之类的 但是呢 这个打吃按理说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不过此时的白棋可能觉得 这一跳呢 在白棋的这个看法当中呢 是绝对的先手 也就是说此时呢 当黑棋一打的时候 白棋选择了拖先 在下面一间 俗话说冲动式魔鬼 现在白棋的这部棋 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句话 因为呢 白棋虽然觉得 先把这个拖先了 如果说能够吃掉这块 那么即使中间这块 白的被吃的话 这么一个转换 肯定是白棋有利的 但问题是黑棋 先手把这个提掉 跟白棋长交换以后 现在这个中府呢 已经白棋是被断开了 然后呢 黑棋再回到下边来 把这个一接 白棋仍然是信心满满的 把这个扳了下去 如果说黑棋吃的话呢 白棋就吃上来 这样的确实是黑棋 这块棋没法连接 但是比较巧妙的一点是 此时呢 黑棋可以打吃 打吃如果说白棋接的话 这个明显就会被黑的挤断了 那如果团的话呢 这被提完了一打 就变成了一个打结的连回 那在这只中间的话 黑的靠完了一挖 诸如此类的黑 白棋本身是存在着连接的缺陷 所以呢 白棋想挡住 但是呢 这一挡呢 又由于自身这个 气非常紧 黑棋也是下得非常的巧妙 而且计算很清楚 这看完了一挖以后 再挤上来 我们会发现 白棋在这个下边兜了一圈 发现什么都没走着 因为白棋打吃 黑棋就接住 再接 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得出来 黑棋简单的一挤 就可以把左边连了回去 所以说这个时候 等于白棋 中间是白被黑棋提掉了 切断了之后呢 在左下角 丝毫的便宜都没有占到 那可以说这么一来的话呢 就使得白棋彻底的 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了 大概呢 也是在黑棋走完了这几下之后呢 白棋才看到 这棋确实是 没有办法把黑棋给切断 那在这个局部 确实是小翻算得很精确 再挤上去 白棋在中府白多出了一块固棋 心里面非常的不好受 但是没办法 这是自己酿成的苦果 提一下 跟黑棋吃上去交换 然后 没办法 这个棋总得跑 毕竟棋局呢 还得继续下去 然后 黑的打上去 这打呢 就是 确定自己 左上角是活棋 白的坐活 小间 这都是 白棋没有太多的 没太多的脾气 都得跟着黑棋下 黑棋很细腻 把这个立掉 关子上的确定是先手 白棋一挡 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 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式 右下角 白棋有五木棋 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木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一二二二三 二四二五二六二十六 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 三五三六三十七木棋左右 白棋成盘 三十七木黑棋 再去一下 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四十五 这算 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 二四二五二六二七 二十八木 二九三十三一三二 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 三八三九四十 看上去呢 黑棋似乎盘面上 指好了三木棋 但是刚才在这个中间的浅力 没有给黑棋算特别多 而且现在呢 这个情况是 白棋这块棋 是处于一个 半连连回家的状态 也就是说黑棋 就查完了以后 在中府借用攻击白棋 自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所以说在黑棋 是 这实控上是 没有明显的 优势太多的情况下 只要全局很厚 那么在收官上 肯定能获得便宜 还有一点就是左边刚才 给黑棋算的比较少 因为接下来 这之后 黑棋是可以先 加完了之后退掉的 大概又能涨个三木 也就是说黑棋 大概盘面五木棋 墙的一个情况 现在轮到黑棋下 中间和这上边 都有黑棋的潜力存在 接着呢 黑的把这个尝出来 尝完了一下以后呢 肯定是准备着 一个比较恰当的时机 去对白棋中间进行攻击的 接着呢 黑棋把这个吃了 这个刚才我们算的 是白棋接住以后 黑棋只是打完了以后 在这边上虎一个 现在呢 等于黑棋吃了八木 九木 十木 十木棋 这是逆收 价值很大 这样呢 被黑棋一吃 这双方木属 肯定就黑棋 贴木已经没 不成问题了 而且呢 轮到白棋一下 白棋所能掌控的地方 并不是特别的多 就热闹白棋跳一个 一起点一下 再飞过来 黑棋就这么简简单的 走几手 其中幅的潜力也是 能够若隐若现的 看得出来 而且呢 这时候白棋都没有 太多脾气 得连回家 再立掉 这棋呢 本身白棋 其实是可以打掉的 但是白棋可能是 觉得就打掉 让黑棋更厚 但是从这个 木树上的角度来说 可能还是应该打掉 毕竟是差了两木棋 那么被黑的 金敏的立掉之后 又转而在左边 进行搜刮白棋 可以说 在我们之前的判断呢 是黑的 大概是旁边五木棋 但是由于黑棋非常厚 白棋也有中间 还有一块枯棋 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 有些时候 这么判断的话呢 可能往往会 去容易误导我们 但是呢 只要我们把这个 潜力和厚薄这方面 算上木的话 这样的一种判断 就会更加的 准确一些了 再加一个 如果白的吃的话呢 黑棋就打掉 实际上呢 白棋选择接到这儿 让黑棋度过 等于白棋上边呢 可以冲过来 但是在边上呢 就要稍微的 少一点木树 从这个局部上来说呢 如果黑棋接住 白棋打完了以后 得依靠这个打吃 然后黑棋点进去的时候 白棋一个呢 是要依靠打结 不过呢 还有一点就是 白棋挤上去 黑棋得搬 那也就是说 黑棋自身 可能如果说 要去跟白棋选择 开结的话 黑棋自身存在着 不活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作为优势的一方 固然是没有必要 去冒这样的危险 接着呢 黑棋继续收关 把这个点了上来 白棋贴 断一下 去烤烟黑棋 白棋直接煎的话 它担心黑的 从这边靠完几吃 然后再断的话 有可能黑棋 就接在上面了 然后呢 白棋还是得回到这边 破控 那范婷玉这位小将呢 虽然说 他只有15岁 但是他的外表 看上去 要比他的年龄 成熟很多 这也许呢 是因为 这个棋手 长时间呢 去下棋 要面对 这个棋盘 所以说 心里面所想的 这些东西呢 可能就会比 常人 要更多一些 由于有了 这样的一种 经常构思 去想 去想东西 这种习惯 会使得 这个人看上去 就会成熟很多 那么 小贩呢 在这一点上面 是尤为的突出 所以说 在棋界 也有 把它称为 少年石佛 这么一个称号 白棋靠一下 黑棋 长完了之后 在上面 跳进来 还是瞄着 白棋的这些 断点 同时也是在 破白棋的 木树 接一个 白棋为了连接呢 迫使自己呢 在这个地方走齐 但是呢 让黑棋顺势的 就往自己的 空里面钻了 这肯定是 对白棋来说 是不情愿的 但是又没有 更好的办法 飞过来 黑棋小尖 白棋刷到这儿 是比较好的 一种 不断的方式 黑棋尖一个 然后白棋再挡住 黑棋冲 让白棋 从这儿挤回去 新鲜没走 先煎了一下 如果不煎的话 被白棋煎完了以后 这挤上来 有 能够起到一个 搜刮黑棋 局部的 这种手段 所以本身的话 黑棋小尖 也是有一定的木树 如果白棋煎完 这两木三木棋 眼镇的三木棋 就没了 而且白棋自己 还带着木树 然后白棋挤进去 黑棋冲过来 谭笑呢 虽然说也是一位 非常年轻的起手 但是跟范婷玉 比起来呢 他可能就要算 更长一辈了 大概谭笑 比范婷玉 要大三岁 但是出道的话 肯定是比范婷玉 要早不少 说起来 谭笑还可以算作 是我的同门师弟 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到北京求学了 那个时候 还是非常小的年纪 独自呢 在北京 各个道场去求学 这也是在 棋界当中的 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这些 年少就到北京求学的孩子呢 也可以称作是 小小的北漂一族 在这黑棋接住 然后轮到白棋 靠过来 这棋黑棋不能挡 挡的话 白棋顺手 打完了一场 然后黑的充的话 白棋挡住 断的话 白棋就打 这样的白棋 有四口棋 黑棋只有三口 接 电棋呢 按理说是 肯定是 黑棋稍优的一个局面 但是优势呢 并不是特别的大 尽管我们看上去 这个黑棋 白棋由于之前的事物 让黑棋从这个地方 先手拔掉一下 这本身在职业棋手当中 是已经是 不太能够去出现 和不太 作为白棋来说 不能够接受的一点 但是意外的是 即使被黑棋提完了之后 黑棋的优势 并没有我们 看这个进程当中 所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呢 这就是棋局非常巧妙 非常有意思的 一些方面 现在还是拼幕的状态 大概是黑棋稍优 那现在呢 白棋 当黑棋接住 接住的时候 作为白棋来说 这个吃掉是 就肯定应该走掉了 没有必要再保留了 而且是在这个连回的前一刻 选择这个吃是最恰当的一个时机 那实战呢 白棋是选择了直接度过 但道理说 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问题就是 在这以后呢 被黑棋先手抢到了这个 不能说先手 被黑棋抢到了这个街 那以后呢 是存在这个扑进去 跟白棋开截的可能性 这一来一回 差别的幕术就非常大了 所以呢 即使是不利的一方呢 白棋也应该 再尽可能的去选择 更好的下把 而且按照后来的这个幕术来说 如果说白棋 先打掉的话呢 依然是非常细微的一个局面 现在白棋度过 然后呢 黑棋一拐 旁边上出现了一个转换 打吃 扳 挤上去 黑棋强调的是白棋的断点 那么白的一提呢 黑棋就把这个给端上去了 接着白棋吃一个 可以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转换 白棋吃了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木棋左右 黑棋一二三四五六 十二木 十三 十四 十四木 十五木棋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个转换当中 稍稍便宜 接下来呢 黑棋往中间小接了一个 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关子 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是 黑棋不能挡 所以这个小间呢 是唯一的这两个子 使得两个子出逃的手段 同时呢 现在也是在威胁着白棋中间这块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总体的判断一下形式 下面五木 这个地方不太好算 因为白棋吃到的话 白棋有四木 但黑棋一接呢 白棋没木 暂且呢 算作是白棋有两木吧 七 八九 十 二十 二一二 二三 二十三木应该是不到的 二十二木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十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四 一九 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十八 五 四十五 六 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一 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四一 三二 四三 四五 四六 四十八 四十五 五一五 二 五十二 五七 十二 五 现在呢 依然是黑棋大概盘面五木棋左右的优势 刚才大概给黑棋还少算了一些 以后接住的话 白棋还得往回补 大概黑棋有盘面六七木的优势 然后呢 中幅的潜力没有给黑棋算 黑棋往这中间立了这么一排子 少说也得有个三四木棋的一个价值 况且现在黑棋监出来以后白棋还得去祖活 不过呢 也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局面 因为这个棋呢 谁谁走到呢 还不一定 所以能够巧得接住和如果说被白棋打吃掉的话 这局面依然是较为细微 那是一个黑棋 细微局面下黑棋有利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之后的棺子呢 依然是非常的精彩 那下面呢 还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棋局的进场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说到黑棋小间 那么继续的看一下这个棺子 目前的局面呢 依然是比较细微的 排棋打拔一下 排棋提掉 提三花一 然后轮到黑棋收关 把这个接了回来 充一下 排棋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铁眼 然后在中间要再需要做出一个眼来 现在呢 算是白棋把中间做活了 但是呢 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的 这个棺子点 就是此时呢 被黑棋抢到选手 接住了 这么一来一回的话 如果说是被白棋先手打掉 黑棋这个地方 是少了一幕棋 两幕棋 白棋多了四幕棋 而且呢 这个街如果说单算是逆收的话 价值四幕棋已经很大了 问题是这一扣马上 铺进来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白棋接住的话呢 这地方白棋有一幕 也就是说是双仙三幕 双仙三幕的话是 这个幕数就实在是没法算 没法算了 实在太大了 假设是按照最后的这个胜负的话呢 一又四分之一的话 那这个三幕棋一插出来就能够插出一盘棋的胜负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还是白棋当初没有打掉 不太细腻 而且呢 本身应该说 我们一直认为是黑棋 比较有力的一个局面 也许是黑棋在关子阶段 确实有稍有松懈 按理说的话 还是应该是黑棋优势的 现在呢 黑棋把这个接住 那么肯定是再次的确立优势 同时呢 使得这个局势也更加的简明化了 但最后这盘棋的胜负呢 是一又四分之一 也就是两幕半 两幕半对于现在的这个局面来说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黑棋挡住 白棋把这个提了 立下来 恰致 白棋没有马上提 是先把右边的接住 冲一下 飞过来 飞过来 再切一下 踢结 结症呢 就开始了 黑棋 点进去 挡住 然后 然后白棋打吃 这个其实关系到这几个子 所以说黑棋的硬 现在是非常细微的一个木属 那么这么一个截的话 双方肯定不能轻易的退让的 后黑棋是 把这个铺了进去 先把眼见的这几枚不损的截材给走掉 打 这个黑棋的硬 不然白棋拖进来是一个先手 这一来一回 差了三木棋 然后再提检 这截依然是打得难分难解 接住 黑棋也是不甘示弱 把这个给立了下去 双方都没有消截 反映一下 打 基本上呢 这盘棋可以说是 一直双方都下得非常的紧凑 但是 基本上呢 又是属于黑棋稍优的一个局面下呢 棋局又是比较细微的 所以这也是比较有趣的一点 现在黑棋冲一个 最后呢 这枚截呢 是被黑棋给打赢了 白棋最终是接回了 然后被迫接住 其实基本上 这盘棋的胜负呢 当白棋被黑的接住之后 可能黑棋就已经是 确立了一个小胜的局面 所以说通盘看下来 在最初的这个黑棋 贪恋实地 把这个让白棋变得厚实了之后呢 应该是白棋比较好下的局面 但是呢 在这之后 由于白棋两个地方 一个是被黑棋利用了薄弱之处 还有中复棘境的关系呢 使得黑棋在中复下了一道后市 然后呢 又利用这个后市呢 把这个中间提了一朵花 当然这朵花完全是白棋的一个失误 否则的话呢 其局将是 还是一个比较细微的局面 那么白棋在这个地方 一冲动呢 犯下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 但是比较有意思是 犯下这么大的失误 按理说黑白棋已经没法下了 但是最后居然是 依然是一个非常细的局面 可见开局这个局势呢 可能还是对白棋来说 会更加有利一些 总体来说小范在这盘棋当中的表现 是可圈可点 那么在最后的一个关子系列当中 被黑棋走到之后 就已经确立了黑棋小胜的局面 那么好 今天的棋局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